而今天要带您认识一个病症叫做陈肺症 而病因主要就是患者长期吸入粉尘 导致肺部慢性的发炎纤维化 而它早期的症状是不明显 可以说是根本没有症状 之后会慢慢出现像是咳嗽 胸痛甚至咳血 还有人会吐出像是米粒般大的白色石头 而其他症状有可能是无力 或者是疲倦缺氧等等 而且它的肺部弹性会明显的变差 而高风险族群 像是矿工还有装潢业铸造业 这些好像是比较可以理解的高危险族群 另外还有像是达石工 还有淘气瓷器的工匠 这些工作其实都要特别注意 只是医师也表示了 粉尘沉积于人体的肺部 并无有效清除的方式 只能采取症状治疗 但是无法根治 因此要预防陈肺症 劳工平常就应该要避免 暴露于粉尘的环境当中 如果不得不接触 应该要维持这个工作地点的一些通风的状况 还有要戴上口罩等防护工具 艺术创作营帐篷飘出阵阵白烟 这是艺术家正在做石胶 产生的粉尘烟雾 可要当心了 这样的粉尘让高雄一名54岁男子 罹患怪病 天天胸闷咳嗽 居然还咳出了奇怪的白色石头 从内饰影像可以看到 男子的石道楼管里 还真的有一颗颗米粒般大小 白色的石块状物体 不止一颗 纵格膜里面还有一大堆 而这些小石头更是摩擦石道组织 变成楼管才顺势跑进石道里 精油嘴巴吐出 我们看不到的一些粉尘 那它就是吸入 那长期这样子慢性以后 就产生就是我们职业病缩的 那个沉肺症 原来男子的职业 是一名石雕工作者 做了四十多年 雕刻许多庙前的石师 石柱跟石桌 但早年没有戴口罩防范 才吸入过多粉尘 最后堆积在肺部跟纵格腔 患了沉肺症 而类似的高危险群还有 从事摩石工作的装潢工 或是需搅拌水泥 跟在水泥厂工作的工人 都容易接触大量粉尘 长年下来就可能变成 钙化物堆积 沉肺症罹患肺癌的几率 是一般人八倍 好在男子治疗后复原 不再吐石头了 医师也提醒 接触粉尘工作者 应随时戴上口罩防范 免得日积月累的弄坏了身体 三顺徐士庭福先生 高雄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